欢迎来到News TT70,点击订阅频道,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 杨子火爆了。 杨子,近年来在娱乐圈展露头角,凭借出色的演技和迷人的外貌,赢得了众多观众的喜爱。 他的火爆不仅在于他的高人气,更在于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。 杨子从小就对表演有着浓厚的兴趣,他在电视剧《家有儿女》中的出色表现让观众们认识了这个可爱、活泼的小女孩。 随着时间的推移,他逐渐长大,开始在更多的作品中展现自己的演技。 杨子饰演的林婉于一角深入人心,他的演技得到了观众和业内人士的认可。 这个角色让他获得了更多的关注,也让他在演艺事业上取得了更大的突破。 除了乐颂,杨子还出演了《香蜜沉沉静如双亲爱的》、《热爱的》等多部热播剧,他的演技得到了更多的锻炼和提升。 他的每一个角色都充满了活力和生命力,让观众们感受到了他对角色的深入理解和真挚情感。 除了在荧幕上的出色表现,杨子在现实生活中也是一个非常可爱、有爱心的女孩。 他积极参与公益活动,关注弱势群体,用自己的行动传递正能量和温暖。 此外,杨子的火爆还体现在他的商业价值上。 他成为了多个品牌的代言人,他的形象和气质与品牌形象完美契合,为品牌带来了更多的知名度和美誉度。 杨子的火爆不仅仅是因为他的演技和外貌,更是因为他的努力和坚持。 他对演艺事业的热爱和执着让他在娱乐圈中脱颖而出,成为了众多观众心中的女神。 杨子的火爆是他在演艺事业上的出色表现、个人魅力和社会责任感等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现。 他用自己的努力和才华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和认可,成为了娱乐圈中备受瞩目的明星。 肖战藏海传官宣恒电开机,还将奔赴香港参加大活动,事业太红。 肖战,这位备受关注的年轻演员,最近主演的电影《藏海传》受到了广泛的关注,预计将在12月底在恒电正式开拍,这部电影无疑让人充满了期待。 他计划在中旬前往香港参与大规模的活动,这也使得他的粉丝们异常激动。 肖战在演艺界的成就无疑是辉煌的,他未来的职业生涯也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期望。 《藏海传》的受欢迎程度 《藏海传》是一部广受瞩目的电影,肖战在这部作品中的主要角色始终是众人讨论的中心。 这部电视剧计划在12月底开始拍摄,恒电将是其主要的拍摄地点。 这部影片以其独特的题材和星光异异的演员阵容,赢得了人们对其高质量的高度期望。 肖战在这部作品中的表现如何,已经变成了粉丝们极为关注的焦点之一。 肖战前往香港参与大型活动。 到了中旬,肖战计划赴香港参与一次盛大的活动,这无疑标志着他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新的里程碑。 香港历来都是华语娱乐业的核心地带之一,能在此参与各种重要活动,不仅代表了对肖战本人的肯定,同时也是对他在演艺领域的认可。 这一活动预计将成为肖战在其演艺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时刻,我相信这也会为他创造更多的发展机会。 期盼射雕英雄传能够顺利完成拍摄。 除了藏海传,肖战还有另一部备受瞩目的作品,那就是射雕英雄传。 这部改编自金庸先生作品的古装经典之作,历来都吸引了大量观众的目光。 肖战在该剧中所扮演的角色受到了广泛的关注,尤其是这部剧的最终拍摄,成为了众人热议的中心。 粉丝们对这部电影抱有很高的期望,他们相信在肖战出色的表演下,一定能呈现出一部令人叹为观止的影视杰作。 肖战的演技受到了广泛的赞誉。 肖战凭借其精湛的表演技巧和极具亲合力的个性,始终获得了观众的钟爱。 他在舞台上的演出一直受到广泛的好评,他作为一名多才多艺的艺术家,在音乐和影视两方面都表现出色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 他所挑选的艺术作品既丰富又深入,这为他在演艺界提供了巨大的成长机会。 肖战身为一名年轻的表演艺术家,他的未来充满了无尽的机遇和可能性。 他在音乐和影视领域都展现出了卓越的才华,并且他始终在挑战自己,超越自己的表演界线。 这样的积极进取的心态和扎实的表演基础,使得人们对他的未来充满了更多的期望。 肖战目前的演艺生涯正在逐渐上升,他挑选的所有作品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期待。 《藏海传》、《香港的大规模活动》以及《射雕英雄传》等多个系列活动都将为他的职业生涯带来新的活力。 肖战在他的演艺生涯中展现出的无畏勇气和对多个领域的持续追求,为我们揭示了他未来无尽的成长潜力。 感谢您观看视频。 如果您觉得本时是通讯有用,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 祝您生活愉快、充满活力。